中共最近针对网络犯罪言论发布新的司法解释 凡是被中共认定网络诽谤讯息 浏览次数超过5000次 或是转发500次以上 最高可被判刑三年 外媒纷纷抨击 认为这是中共掐紧对言论控制的手段 这个新闻被新唐人节目《老外看中国》主持人郝一博 做出有趣解释 内容是针对网络诽谤 同一则如果浏览次数超过5000次 或是转发500次以上 就被认定是情节严重 可以判刑三年 针对网络犯罪言论 中共两高公布新的司法解释 浏览次数太高就被认为是情节严重 不过从技术面来看 浏览次数只要一直按同一个页面就可以冲高 另一方面被中共认定的网络犯罪言论 也让人觉得很诡异 网友们常用青蛙或癞蛤蟆 来代表江泽民 所以这两种动物 变成了微博的敏感词 今年六四时也一样 因为有网友把坦克人照片PS 大黄鸭 微博那时候 真的变成鸭雀无声了 就连可爱的黄色小鸭都被禁掉 新的司法解释 找到外国媒体接连抨击 认为这根本就是中共 查读人民言论的手段 只是担心网络散播出真正的讯息 有多少官员或政府的丑闻 都是在网络上被爆料 然后传遍国际 郝一博给引述新唐人主持人 石涛讲的话 认为中国的法律 就像是共产党的二奶 为什么呢 二奶好看 二奶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但二奶如果想扶正的话 马上一巴掌给你打下去 因为二奶虽然带得出手 用起来好用 但是如果变成正宫 可能就会烦了 在民主的国家 法律是为了保护人民而存在 在中国 法律却像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工具 也难怪主持人郝一博 会有这么多的感慨 新唐亚太电视 台湾台北珍妮报道